財經專家丁學文 專門來 今天要為大家解讀 倫敦金融時報的社論 這篇社論談到的是一次性的課稅 以國家貿易赤字的問題 有哪種稅務是一次性的 又和貿易赤字被牽扯在一起 我們來聽聽丁學文的說法 幫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學文 我今天要跟大家解讀的 是倫敦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的全球社論 這篇社論的標題非常有意思 它的標題寫的是 一次性的課稅 並不能解決各國貿易赤字的問題 那文章的內容 其實是一個呼籲性的文章 它一開始說 其實加上今年 還有去年的疫情 這已經是第二次 所謂的IMF跟世界銀行的年度會議 沒有在華盛頓舉行 而是在線上舉行 不過如果有參與這個會議 或者你有上他的 Video Conference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 這次的重點 是一個Solidatory Solidarity是一個團結稅的概念 那什麼叫團結稅 傳統上團結稅就是說 當這個世界遇到一些 突發性的事件的時候 怎麼透過一次性的稅收 在大家有共識的情況之下 解決這個短期的問題 經濟學員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 他認為以富裕國家來說 在這次索困裡面 因為利率非常的低 他們在所謂collect money上面 並沒有遇到太多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去發動 所謂的Solidarity 那另外 他也提醒大家 在傳統歷史上 譬如說諾貝爾的經濟學獎 得主 Freedman曾經說過 在歷史上很多短期的東西 最後都變成永續存在 他舉了幾個例 譬如說以英國來說 英國其實在過去 為了協助拿破崙的戰爭 曾經科了一個稅 加上玉米法廢止之後 他的關稅跟收入稅降低 可是這個稅率 到現在在英國還是存在 更不要說 德國的BaseMind時代 提供的稅 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消失 所以倫敬金融時報 在呼籲大家 其實長期性的結構問題 才是各國政府應該面對 透過solidarity 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是原木求魚 這就是倫敬金融時報 跟我們分享的內容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